网友转发了一段诡异的视频 只见拍摄车来到烧纸前的路口准备转弯 火堆竟变成了火龙卷 吓得拍摄车连忙后退 只见火龙卷在路口转了一圈 最后熄灭变成旋风 竟然又回到了先前的位置 不禁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但仔细观察发现有两处疑点 一是地上的纸片移动说明路口有风从左向右吹 而远处遮阳伞的摆动则表明 还有一股风在游远及近吹 二是拍摄车接近火堆时并无明显异常 但一停下来火苗就变成了火龙卷 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一个十字路口 只见有人在此烧纸 恰好火堆旁也停着两辆车 这时一股妖风从左向右吹过 另一股则从马路对面吹来 正好在火堆附近冲撞形成湍流 使火苗子飘忽不定 在这个诡异时刻 一辆白车准备右转 司机靠近火堆时突赶后排座位传来低语声 吓得两股战战停在原地 如此一来贴地气流就进入两车之间的收敛流道 一边加速带动湍流前进 一边又被火堆的暖低压吸引而偏转 并诱导左侧来风跟着偏转 以螺旋路径吸进火堆变成了热气流 此刻火堆的进气流因具有旋度而形成涡流 其涡管随热气流向上延伸 将纸前卷起变成火龙卷 而飘散的纸前充分燃烧 使热气流增强 产生了更强负压 导致进气流获得更大压差而加速运动 使漩涡强度增大 结果又卷起更多纸前 燃烧更加剧烈 因此随着纸前飞散燃烧 火龙卷也在同步增强 还有人问这个火龙卷为啥只在汽车附近打转 而不会跑到别处呢 其实火龙卷只是被周围的进气流推动而移动 但一部分进气流是从这三辆车之间的固定缺口进入 而缺口位置又限制了螺旋形汇聚气流的范围 所以火龙卷只能在这个固定范围里打转 由此可见 火堆之所以能变成不断增强的火龙卷 就是由于视频车诱发火堆的进气流出现旋渡产生漩涡 并通过卷起指前 使暖低压和漩涡强度互相激励增强所致 而这一原理除了能洗刷阿飘路口抢前的冤屈 还可帮你用随处可得的材料 制作一款新型风力发电机 它造型独特 下部的进气口内安装风力发电叶片 这个尺寸在三四级风里可输出5000瓦功率 相当于10块2.5平米光伏电池板 回忆前面提到的火龙卷 只要通过燃烧制造暖低压 并使汇聚的进气流出现旋渡 就能让这股窝流越烧越强 而该风力发电机正是通过制造低压区 并诱导进气流旋转来维持漩涡并推动叶片发电 制作方法是先找个圆筒 将底端开口稍微外扩 顶端加个挡板 接上一个长圆形截面的长筒 再将后段锯掉 变成如图样式 然后两边各安装一个凹凸异形的机翼 使迎面来风穿过两翼间的收敛流道而加速减压 在长筒的开口两侧获得低压区 然后加上顶板 使桶内空气从长开口吸出并从底端吸入 但这样的吸气流还不够强 需要给底端入口安装发电机锋利叶片 迫使进气流偏转出现旋渡 在桶内形成漩涡 由于此漩涡在周向上随半径减小负压增强 使吸气速度进一步增大 形成窝管向出入口外延伸的窝流 虽然这股窝流的限速度比平行气流更大 但离开出口时会撞击流过机翼的气流 形成湍流 这将导致机翼气流分离 使排气口的负压消失 因此还要给两片机翼都装上开缝机翼 让气流经开缝加速获得更大的动量 以克服机翼弯度带来的更大逆压梯度 使一面气流紧贴机翼流动 从而避让了管口气流 这样管内窝流就可依靠出口的负压 和叶片诱导的旋度而维持 最后安装下部隔板 并将管道入口段三面罩住 利用来封冲撞空腔获得的增压 进一步提高窝流转速来推动发电机叶片 这种发电机不仅制作简单兼顾耐用 而且效能也较高 感兴趣的同学现在就可去楼道减点废料 做它一个新型锋利发电机显摆显摆 这种发电机显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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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